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来了 我找石小念 小念已经休息了 小迪 小蝶 哥 可以让我跟小迪单独聊聊吗 谢谢你 你笑什么 我笑 我们好像 好久没有这样心平即合地 坐下来聊天了 是 好久了 一见面就吵 好 要不然 要不然就总是阴阳怪气地制作对方 白天的事情 谢谢你啊 没事 可是现在怎么办呀 沐雪找了那么多家媒体 肯定会把这件事情 听欧家做得串出去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她好像特别针对恩义和公欧 你们 小心一点啊 我知道 公欧也想到这点了 所以我们明天一早要去见沐雪 问问她这件事 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要去见沐雪 陈医生是公欧的人 所以你放心 如果坚出那边有任何情况 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姐 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因为千初我确实讨厌你 想要你离我们远远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 要让别人来伤害你 也没有想过 这件事情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 对不起啊 姐 没事的 不要紧 我活到现在 还真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的 对吧 你看 你不能寻找我 你不能把这些伤害 你不能做urer 不便宜 你不要自行 我放心 你不能做什么 你不能做什么 都不做了 你不能做什么 我乔你 你就是不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老板 公司那边有几个董事 让你立刻回去开会 现在工作室的事 闹得蛮成风雨的 咱们公司已经被完全牵扯进去了 公司的事要紧 你先回去吧 可是 没有可是了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因为我而引起的 我很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就在想 沐雪为什么一直揪着我不放 想弄清楚 可是这种事 早一天晚一天知道 也都没关系 恩义的安稳 对我来说最重要 自家等我 我要跟你一起去 你先进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是你自己要来的 不是我逼你的 不好意思啊各位 让你久等啊 刚刚我有一些私事要处理 什么私事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 正好 今天小念也跟我过来了 我就借此机会 介绍一下 小念 漫画工作室的负责人 同时 还是我女朋友 你们看你们看 我是不是很早就说过 我们的小鸥啊 总喜欢那种 不是女神的类型 公总 你们在不在一起 我们不参与 但是这件事情 是不是闹得有点大了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工作室的问题了 网上的骂声 现在直指恩义 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的确 小念在这件问题的处理上 确实有事偏颇 但是 她绝对不会主动去抄袭别人 这点我相信她 我们不是不相信她 只是有的时候 做事不能冲动 这个发布会 你完全可以不去 下面的反应也不会这么强烈 我们也好去操作 去控制 现在你看 我知道 几位可能觉得我们的行为有些幼稚 但是我并不这么觉得 石小念工作室 是恩义的衍生品 所以大家在潜意识里 就会以为 石小念和工作室所做的一切 全都是依附于恩义 但经数据调查 恩义 才是小念工作室背后最大的受益方 当年我们在搞产品宣发的时候 有很多经销商 对我们没有信心 是小念 带着他们工作室一系列的动画作品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才让我们恩义 重新得到了薛总的认可 才让我们的产品 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 这些事情啊 你们可能不太清楚 但确确实实 小念的工作能力 给恩义带来了很多的实惠 同时也是我本人成长了很多 我今天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 他功不可没 所以 当小念和工作室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 作为恩义的董事长 以及男朋友 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站出来 说得很有道理 可是公公 处理问题有很多方法 但这种解决方法却是最简单最有效的 也最能表明我们的态度 我相信啊 会有很多人 慢慢地从舆论的漩涡中走出来 正视自己的位置 我是在保护小念 但在另一方面 我也在保护恩义 相反 缩手缩脚 畏手畏尾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我相信这一点 大家比我更清楚吧 这个方案 我需要找专家全方位地审核一下 不是我的专业 我需要谨慎一点 理解 理解 牧总做事一直是谨言慎行 但是牧总可以放心 您对恩义有感情 我也有 虽然我现在的团队水平基础比不上公公 但如果让我来掌握恩义的话 很快 一年吧 恩义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以前公寓可以做到的 我一样可以 我不希望你跟谁比 我不希望你跟谁比 你的能力有多少 我心里很清楚 说到做事能力啊 不得不恢复牧总 您看之前被您弟弟横插一杠子 把我们本来要合作的项目管理权 全都拿走了 你看 这才多长时间啊 我们就可以在你的办公室 自无忌惮地见面聊天 说明这件事处理得很彻底嘛 不干你管的事情 你最好少说话 我就是很好奇 石小念的是 您应该才是真正的母后玩家吧 那要这么说 这里应该还有我的功劳呢 陈总的话那么多 并不是每一句都能让人记住 牧总 打扰一下 公欧 石小念 开车回了恩义 一直都在开会 看样子能来的可能性 应该是不大了 知道了 是 公屋要来 牧总 你是不是应该提前地通知我一下 这种争权夺利的事情 还需要大家做到一起商量一下吗 你紧张什么 不是我叫他来 是他要找我心事问罪 但是显然他现在什么都鼓不上 是他 什么意思啊 你说的固然有你的道理 那这种 我问心无愧 都交给别人评判的姿态 不适合去解决一个公司的危机 股票一跌 恩义受到的影响 可不仅仅是 解决舆论的问题 你说的这些 其实我都有考虑 而且 我有很多解决 我来说吧 这件事 我向大家道歉 关于对于公司的管理 后续的损失 这些我都不太懂 但是我知道 因为我个人的疏忽 给公司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虽然我还不能 暂时弥补上这个损失 可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我一定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个人把这件事情承担下来 好好解决的 也不会因为我和龚欧之间的 什么关系 把它牵扯进来 可是你现在把我 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姜妮 我昨晚跟你说的话 不只是鸡汤而已 龚欧 请你相信我 也请在座的各位董事们 相信我 我是一个不喜欢惹麻烦的人 所以现在麻烦主动找上门来 又危及到了我身边的人 我不会躲也不会怕 一定会尽我所能 用我自己的办法 把它好好解决的 那你不需要我做什么了吗 小念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在这儿张网 晓鸥 在座的董事呢 不是这个意思 是小念的工作室 隶属于你 小念之前 虽然没有跟我 有过太多的接触 不过我听说过他很久了 我们的意思 不是把小念在这个时候顶出去 只是说你们现在要收敛一下 让这个风声过去 不要再出现什么问题 你明白吧 请大家给我一些时间 我一定会给大家 带来一个满意的结果 就这么不喜欢我帮你 不是不想 我当然希望什么事情 都依赖你了 说实话 那天你把我从发布会 带出来的时候 真的超帅 超级帅 我跟你说 现在肯定很多女孩 都特别羡慕我 对吧 不行 你问问你们公司那些女朋友 我就说她有女朋友 你还不行 肯定个个都想起来 还真是 你看吧 但是你好像对这种羡慕 并不在意啊 不是 哪个女孩不希望自己被羡慕啊 尤其是自己男朋友 又帅 又有能力 还对我好 小念 但我还是没能 帮你解决现在的困境 你答应我 一定不要卷进来太深 我也答应你 我会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你这个人怎么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啊 不然 你去拯救地球吧 超人 你放心 其他的事情我也不会管 我就会把侵权这件事情 追查到底 丸子和白羽都已经在奔波的路上了 我可不能落下了 你呢 去处理好公司的事情 其他的交给我吧 我也不希望这件事情 带来什么危害 那我可就愧疚死了 还会成为重视之地 小老板 小老板 有几家经销商把咱们手机下架了 说实要等消息 等什么消息 可能这次消息闹得太大了 他们心里没底儿吧 不过我觉得小老板 只要现在你在坐镇 应该不会出这么大问题 毕竟这次出事的 不是咱们手机本身的问题 对 你好好坐镇 其他的我来解决 你怎么解决 这是出版界的事 江湖上的事 你不在江湖你不懂 放着我来 是啊小老板 你现在的参与这件事 倒不如放手 让丸子跟小念取走 肯定没问题 丸子可是在出版界 有两三年经验呢 好吧 那就交给你们 但切记啊 出了事情 一定要第一时间地通知我 还有 如果沐雪设计其中 不要轻取妄动 她不是你们能动得了的 她不是你们能动得了的 放心吧 我也不蠢 你还不蠢 我早就说过 石狄这个人根本没脑子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一直喊用她 就是因为她脑子不好 才能帮我们做这么多事 就算她这次不临时翻水 你以为你想接手恩义的事情 还能瞒住多久 可至少不应该是现在吧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你就让公欧有了防备 公欧有那么可怕吗 就算她怀疑我 不还是没找上门来吗 她知道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现在还能拿得住她 莫总 你真的觉得她知道什么都不重要吗 其实你一直在调战石小念 而且明明知道 石小念是对付你一弟 还有恩义最好的宠马 可是每次要动手的时候 你却莫名其妙地缩手缩脚 你到底在怕什么 其实以我们的关系 你完全可以告诉我 没准我能帮上你 你想太多了 我这么做 只有我的打算 我只想劝你一句 百密总有一书 别引火烧人 是你不要让我失望 是想见那边 我自然会解决 你们说西北会来吗 大姨行 行了 行 让我坐 反正她的微信 微博 豆瓣 知乎所有能联系到的公众平台 我都给她留言了 告诉她今天在这儿见面 她如果打开就一定能看到 而且我还联系了跟她特别紧密的一个网友 让她帮我联系她 果然啊 女人为她的目的都是不择手段 是她们不择手段好不好 我们小念都快略飞雪了 不过就是给她们发消息而已 要照我说 找个黑客黑了她都不过分 可到现在她也没回复 而且时间也快到了 看样子她是不会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送经理 我想这件事情你们应该搞清楚状况 并不是我们在有意引难作者 而是你们故意在我们和作者之间设置了屏障 我承认在签约的时候我很不严谨 这是我的错误 所以我才想当面跟西北老师道歉 做补救 这不也应该是你们最想看到的场面吗 谁都希望能好好合作 大家都希望能改变出好的作品 这也是我们的初衷和本意 可是这其中你们的一些做法 让我们实在无法接受 不行 我不能让他们这么欺负小念 这很明显 这个作者就是跟他们联合在一块儿 一块儿争小念的好吗 要不然的话 我们联系西北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小雯子 小念会处聊的 她 白宇说得对 小念现在可是你们老板 你连你们老板有这点能力的信心 都没有啊 我不是不相信的 小念呢是我们工作室的老板 也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 这么单纯的一个姑娘 不行 我不放心 你别冲动 别冲动 好吗 冲也轮不着你冲的 我们两个大佬爷们还在这儿呢 请你摆清楚你的位置好了 你现在是拿我们的钱帮我们办事 事情没做好受到了非议 你就要约过我们做事情了 甲方在你眼里就那么没有位置 宋经理 这跟是不是甲方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的错误我们会承担 可是这其中你们的一些行为 我大且不说是善意还是恶意 所造成的损失 所需要承担的责任 这个锅我是不会替你们背的 我不是你们认为那么好欺负的小绵羊 是 原来的石小念只会画漫画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可是现在的我 我有我的团队 我要养我的工作室 我有我最好的合作伙伴 有支持我的恩义和公欧 我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吃亏 让所有人都跟着我吃亏啊 怎么样 知道我们石小念 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了吧 你怎么跑过来了 让我刚儿子看着我跟别人吵架呀 过去吧 这不是吵架 这是讲道理 行行行 你们就跟他掺和吧 本来这件事会有个很好的结果 很好的结果 那是对你们很好的结果吧 我不管这件事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我都不可能让坏人得理 白宇 送客 请 快进来 怎么样怎么样 我刚才的表现怎么样露起来了吗 我 你刚刚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你坐 小念 你刚刚真的超棒的 跟以前不一样啊 现在怎么这么厉害啊 主要是人经历这么多事情 总要学着长大 怎么样 这干妈以后可以保护你了 这个不用 以后让他来保护我们 你们是不是对我儿子期待有点大呀 是不是儿子还不一定呢 等一下 可是当下这个局面 我觉得宋经理跟西北他们联系很紧密 如果我们再把他们找出来 恐怕太困难了 所以说呀 那咱们还有没有别的渠道的什么人 能认识这个西北老师的 我倒是 你倒是什么 也没什么了 就是我之前认识一个大师兄 好久不联系了 就是朋友圈的那种点赞之交 之前我刚接我们这个漫画的改变项目的时候 发了一个朋友圈里 是那个师兄 有提到西北市原著 所以我觉得 他们应该认识你了 是不是那个追过你的大师兄 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那都不重要啊 而且你看啊 那个大师兄长得又没有你高 长得又没有你帅 好啦 小心啊 我不可能吃醋 你放心 这个西北 收到石小念的私信之后 第一时间就跟我说 他们应该不会再见的 这样最好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 不要给我出什么问题 那您答应我的 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说是最远的 紧妇 诶 你会有什么 有什么动向 即选向我回报 晓妮 还没找到 你再担心等等 我 你在担心的 你给我一段时光 留下来想念 记忆中刻下模样 不带走遗忘 你就像一轮太阳 赶紧睡觉 不要想乱七八糟 不然我就进你的系统 强迫关掉你的手机 安慰人睡觉就不能温柔一点啊 这么霸道干什么 和女人 我爱你 老师 老师 我也爱你 就心里带走我的心 天般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 高益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从看着难眠的长夜 领悟未来的图画 回本里是我们的 卧贵 高益 你太变菜了吧 你把我手机都给黑掉了 你是我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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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了 明天十点钟 房华中心见啊 石小妮 你真的好没良心啊 老娘怀着运营找着 你到现在微信都不回一条 丸子 丸子 我都听到了 那等会儿见 我这就过去 找到了 丸子 好意儿的 走走走 来 还快点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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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我给你带来了啊 来 坐 不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都不知道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金城海那个 我不认识他 带我来干什么 不认识他 你可能不认识我们 但你一定知道我是谁 你好 我是石小妮 你事情做着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吗 我真的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好 大师哥 其实吧 我之前 确实跟他不认识啊 你不是跟我 我说你怀了他的孩子吗 哪有没有 你只是 认识他吗 然后我刚好又找他 然后你就给我的一个 缠假单子 我就是顺便告诉一下 你这个好消息嘛 好了 现在误会既然解决了 那我就真的要走了 麻烦你等一下 坐坐坐 好 徐姐 你找我 有什么事情吗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发微信你也不回 你到底把前处怎么样了 我把前处怎么样 徐弟 千初是我的弟弟 我能把他怎么样 倒是你 你现在跟千初也没什么关系 他的事情 你也不用操心了吧 你跟我说过 我跟你说过什么 你都跟你姐姐上演姐妹情深了 怎么 公公和石晓念现在的手段 这么低级吗 让你在这儿上演双面间谍 我之前做的那些 是因为不知道你那么对千初 你居然把他关起来 你还夺走了他在公司里面的一切 是他夺走了我在公司的一切 我把他拿回来而已 懂吗 穆雪从现在开始不欢迎你 你不用再来了 穆雪 你做了那么多年 我做了什么 我做再多也是为了公司 没有人会说我什么呀 你还是求自保吧 投靠石晓念是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他还可以挣扎几天 但是 也没有几天了 大概事情就是这样的了 巨人还有这种事 西贝 我也没听你说过呀 我知道 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 自己的作品被盗取版权 被抄袭是最难以忍受的事情 首先我这个得跟你道歉 是我自己没留心眼 但是我在此之前真的毫不知情 小念 你倒是名前 他心里也谁都清楚 他写的东西底层那么差 要不是有人想坑你 谁会出版他的东西 不是 丸子 你一定是误会他了 你知道什么 从我认识他那天起 他就是个老实人 越是看起来像老实的人 才最可怕 这件事情不是我想做的 那你可以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我跟他们签了协议 我 我不能说 对不起 大师兄 你买单 昨晚给所有合作方打过电话之后 大家目前的情况还算稳定 虽然今天早上股市有所波动 但问题应该不大 漂亮呢 下降了十个点 去稳定一下 推一些活动出去 对了 在推活动的时候 记得带着小念的漫画一起推 这个会不会有点冒险啊 你别这么看我 小老板 咱俩现在穿一条骨子 我的意思是 要不要问一下董事会的想法 咱们现在还是不要解释 怎么 你不相信他们能解决好这件事啊 相信啊 我当然相信 那就好 按照我说的去做 是小念 从来都只会给我惊喜 我相信他 这莫名其妙 突如其来的一波新鲜果粮 猝不及防啊 干活吧 站着 你给我站着 我要是有什么闪失 一尸两命啊 我告诉你 合同 你说的那个合同这个好办 你们那个本来就不符合规定 这要把事情澄清了 他们就不敢拿合同威胁你 除非他们干着法庭 或者 你消了他们的 其实说白了 侵权的人根本不是我 而是夹在我们当中的那个公司 现在你也看到了 他们已经把矛头 全部地引向了我们这一边 如果你们之间真的有那个保密的协定的话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我根本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我很在乎我自己的名誉 也在乎我工作室的名誉 不仅仅是为了对得起 我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更要对得起我的作品 我的朋友 还有我的家人和爱人 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 让他们一次次卷入这种事情当中 你明白吗 所以我会努力维护自己 维护我的工作室 这件事情我也会追查到底的 所以如果有一天 当所有的事情 都开诚不公地公布出来 你有没有想过 大家会怎么看你啊 再说了 网上水需那么多 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我的书 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 你老婆呢 我老婆 不是被你女朋友叫去工作了吗 什么工作啊 不是丸子说 联系到那个小时候原作者吗 肖老板你不知道啊 这个程 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不向我回望 怪不得早上记得跟什么事 就是怕你担心呗 他们两个女人去见一个陌生男人 你不担心啊 给孙建平打电话 你怎么不给视相念的 肖老板 你这叫干涉别人夫妻生物 喂 喂 干吗呀 我们跟西北干仗呢 西北真不是那样人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后来写的书我都有看过 真的是非常有深度 他们答应给我出后面几本书 让我的东西可以给更多的人看见 而且可以帮我的版权卖出去 所以我就在想 所以 你根本没收他们的钱 天呐 你是不是弱智呀 这种空中楼阁的话你也相信 他们说给你出就给你出 你知道他们是个骗子公司吗 你现在去找他们看看 还能不能找到这个公司 我真是服了你的这个猪脑子 养完呢 我晓晓琴 原来是这样啊 咱们 哎 其实 我觉得 咱们可以合作 我们可以漫画上合作 也可以出版上合作 你知道的 丸子呢 它是一个 出版社的女友版 我确实有一个出版社 但是我真的不想给这种猪出 好了好了 但是我们现在给专家做测评 真的好的话我们才给出 对啊 可以啊 真的可以吗 可是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怎么好意思再让你们帮我忙啊 你们肯原谅我 我已经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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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吧 那 要不 那个 我会发一个微博 发一篇声明 然后 放心吧 其实 其实我这几天也特别难受 我都怕见到人 其实做那个冤枉人的事情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就这么说定了 我告诉你可不许反悔 我可带录音笔了 丸子 你别再欺负人家了 人家都这么说了 路上小心 走吧 拜拜 拜拜 搞定了 太棒了 傻样了 你刚才弄好保留 你把人家都吓到了 孙剑 没事吧 干嘛啊 没事吧 刹着哪儿了 没伤着吧 没有 真没有 没事吧 没事啊 孙洁平 你现在可是个孕妇 施晓念 你好大的胆子啊 竟敢出去跟别人打架 还是男人 我们俩没打架 是不是有病啊 我没有 不是你跟我说了吗 那西位 不会让你们给打残了吗 打残了 搞定了 我那时候这件事情交给我 绝对没问题 那你也不能私自出来 和男人见面 你看看 我给你发了多少信息啊 现在不归信息 都成了你特权了是吗 啥 你什么时候发了这么多条啊 喂 是想念吗 我是沐雪 我想我们应该见一遍了 我要见的人是你 你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愿意 一个人来见我 我会把时间和地点发给你的 好 好的 知道了 好 谁的电话 广告的 真的啊 对 你不许监测我手机啊 要不然我会生气的 我才懒得监测你的手机呢 不就是广告吗 我在啊 你们俩快点回去吧 在西北发表声明之前 肯定还有一大堆问题需要处理 快点回去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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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可是个孕妇 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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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刚刚 沐雪 他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陈医生 希望我暂时地退出 能让他放松警惕露出一些麻角 我希望我暂时地退出 这样 他才有机会查出一切的真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